好 主播監察院長也是前高雄市長的陳菊 今天是穿著一身深色的偷裝 稍早前在兩位立委的陪同下 是來到了高雄五福國中 投下他神聖的一票 而在整個投票過程 也前前後後大約花了五分多鐘的時間 可說是相當的順利 讓我們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好 可以聽到陳菊也表示 今天在高雄可說是陽光普照 天氣非常的好 因此對於這次的投票率 他也表示是相當的有信心 不過他還是提醒 尚未出門投票的民眾 是趕緊把握時間 進到自己的公民的義務 不過他也強調 因為自己監察院長的身份 因此要保持行政中立 所以這次並未參與任何助選行程 以上初委員長到最新情況 把時間盡頭先交還給彭內主